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贝拉财经 请 今天吃什么面呢 泪流满面啊 昨天才跑回来的几只鸡 今天一睁眼 不知怎么就变成了几根韭菜 经济的不确定性 占主导地位 上期视频我们分析了摩根大通的财报 摩根大通的担忧 写在了财报中 因为担心经济前景 而大幅增加了坏涨拨备 在连续六个季度 释放贷款损失准备金后 摩根大通为预期贷款损失 祭齐了9.02亿美元的损失准备金 其中包括 与俄罗斯相关的约3亿美元 其余部分反映了 对经济衰退的担忧 比预期大得多 实际上 即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贷款违约 确认了近期内的形势 有点让人担心 虽然机构预测 第一季度标准普尔500指数的盈利 为4.7% 但实际情况可能很容易超过10% 因为公司往往比预期的盈利更多 但是在一年前 这个数字超过50% 之后的一个季度是超过90% 所以无论怎么看 随着新一轮的数据的到来 一些个股或将被迫降低估值 目前市场人气不佳 基金经理仍持焚高抛售的观点 各股期前交易也出现了类似的谨慎态度 对冲股价下跌的交易增多 市场动荡加剧 看跌期权交易量增加 虽然看涨期前合约 曾经是散户投资者最喜爱的对冲工具 但现在 在市场动荡加剧的情况下 对看跌期权的需求一直在增长 今天有8500万份 与美股公司相关的期权合约到期 设计金额超过2万亿美元 期权一般不会在4月的星期四到期 但明天是周五 美股因耶稣受难日休止 因此本周交易日提前结束 根据过去一年的经验 大规模期权交易到期 总是会引起市场波动 期权到期还不是最糟糕的 美股还将同时遭遇财报季 以及税收申报的冲击 美国人每年的纳税申报 最后期限为4月18日 投资者们无论如何都轻松不起来 从个股来看 纵观标普把指数今年以来的表现 能源是最为突出的 2022年因石油和天然气价格飙涨 而上涨了40% 赢家名单上排名第二的是 公用事业部门上涨了6% 其次是消费类产品上涨了2% 这两个部门都是传统的防御性领域 增长型股票所在的行业 以及巨型股票都下跌了10%或者更多 对于大多数投资者来说 这是一个公认的艰难的一年 金融股也是如此 今年正好下跌了5% 这是为什么呢 美国国债收益率一直在上升 这在传统上对于银行是个好兆头 因为银行试图以低利率借款 以高利率放贷 但随着投资者对美联储日以鹰派的定价 现在预计每次会议的加息速度都会翻倍 曲线的短端上升速度比长通快 这意味着银行的利润正在受到挤压 但这个是暂时的 银行自己的预案会有很多 4月14日的消息 马斯克提出以每股53.20美元的股价 收购推特100%的股权 以帮助推特成为全球言论自由的平台 同时马斯克警告称 若推特拒绝 那么他将重新考虑作为股东的地位 推特方面进行了回应 确认收到了马斯克主动提出的 不具约束力的收购建议 称董事会将仔细审查提案 审查马斯克的报价 之前马斯克买下推特9%的股份 并放弃担任其董事会成员 可谓是一石多鸟 第一是特罗伊木马 马斯克似乎从美国前总统川普那里吸取了教训 因为他发现 购买推特公司最大的股份 可能会成为一个特罗伊木马 并成为针对世界上最著名的社交媒体平台的 一项完美收购计划的前奏 在商界有句名言 如果你无法打败他们 那么就买下他们 但是像推特这种体谅的平台 是无法被一口吞下的 即便是对于马斯克这样的世界首富而言 亦是如此 因此最低要求 实现了寻求保护自身在该平台上的地位 以免出现川普那样的结果 第二点是政治王牌 马斯克的推特账号上拥有超过8000万名粉丝 因此他将推特视为一个重要的平台 根据推特公司的财务法规 马斯克加入推特公司董事会 将阻止马斯克拥有的公司股份超过其总量的14.9% 包括证券 调期或对冲交易在内 而在没有进入该公司董事会的情况下 只要他能拉拢到足够的 对该社交媒体不满的有钱有势者的支持 他就能够进行这项操作 特别是近期有传言称 马斯克可能会恢复川普在该平台上的账户 虽然不知道马斯克是不是真的会这么做 但是这仍将是他手中的一张政治王牌 第三点是言论自由 推特公司要求其董事会成员 不能发布有关公司政策的推文 因此一旦马斯克成为该公司的董事会成员 那么他将无法自由地追逐他的爱好 及批评推特公司的政策 自从马斯克在推特公司持有的股份被披露以来 马斯克更加明显公开向该公司展示他的想法 第四点是节省费用 你只会在街边充电站或者门店看到特斯拉的标志 特斯拉表示 不在广告牌上留下声明 其投入比起传统厂上的广告费用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然而另一方面 它的增长速度惊人 所以维持社交热度是最好的免费的方法 在这样的情况下 它根本不需要出现在其他的媒体渠道上 而只需要发送一条推文 并让各大机构争相转载 如果以430亿美元的代价成功收购 这些收购的钱相当于大众两年的营销费用 大众每年的营销费用大约在200至250亿美元 每台车的营销费用大约在3000至4000美元 但日前 推特的一些前股东们对马斯克进行了起诉 指控其操控股价获取不正当利益 在美国曼哈顿联邦地区法院提起的集体诉讼中 起诉者们表示 按照美国相关证券法 当投资人拥有某家公司一定股份超过50%时 必须进行及时的披露 而马斯克迟迟没有通知证券交易委员会 其购买份额超过5%的试试 证明马斯克涉嫌操纵股价的另外一个佐证时 马斯克在加大购买推特股票 并成为该社交平台最大个人股东后 其发表了一些不利于推特的推文 导致一些人割入止损 但是即使发生违规行为 马斯克最多也就是会收到一张不到100万美元的罚款单 而这将远远低于他的盈利 所以这是一石多鸟的聪明的做法 马斯克在购买股票和放弃担任公司董事会成员的过程中 实现了他想要的结果 赚到了巨额财富 并且使自己在该社交平台上获得了免疫 以免像川普一样遭遇被禁言的命运 此外 他还通过放弃出任董事会成员之举 保留了自身不受任何限制的批评推特公司的管理和政策的自由 并且还能够在未来购买该公司更多的股份 甚至可能完全拥有推特平台 随着美联储的新一轮加息即将到来 这次其他国家都提前行动 希望避免资金的大量流出 今年以来 全球有30多家新型市场央行一次性加息至少50个基点 比如巴基斯坦本月将利率提高了250个基点 阿根廷大幅加息250个基点至47% 紧随其后 饱受危机困扰的斯里兰卡也将利率提高了700个基点 随着通胀风暴的愈演愈烈 目前一次性加息50个点的趋势正在发达国家市场显现 周三 新西兰成为首个一次性加息50个基点的发达国家 随后加拿大也加入了该行列 韩国今天也是意外加息 唯一例外的是土耳其 尽管土耳其通胀率已经飙升超过60% 但该国可能将坚持连续第四个月不加息 土耳其央行通过一系列其他举措 来保持土耳其货币的长期稳定 包括通过干预外汇市场来支撑里拉 以保护储户免受里拉贬值的影响 但土耳其央行的不作为无疑是雪上加霜 大宗商品和能源成本的飙升 使土耳其今年面临的风险更大 德州州长将非法移民运送到国会山 让拜登来解决边境的烂摊子 这些非法移民来自哥伦比亚 古巴 尼加拉瓜和委内瑞拉 巴士到达以后 车上的非法移民一个个下了车 向官员们登记 官员们剪掉了他们带的万代 并告诉他们现在就可以走了 拜登政府的新执法政策之一 是在移民被释放引入美国时 给他们提供智能手机 以追踪他们 然而 这些非法移民完全可以把手机扔了 然后这些人就消失在了 华盛顿特区繁忙的街道中 德州政府官员说 他们将租用更多的巴士 将移民送到华盛顿 州长阿卜特说 如果拜登总统不愿亲自到边境 去看看问题的规模 我们就将把边境带到他那里去 这种做法得到了不少人的支持 不仅愿意资助车费 更加希望下次直接送达拜登家中 与此同时 白宫抨击德州州长 对入境口岸过境的卡车 进行不必要的和多余的检查 正在对食品和汽车供应链 造成重大的干扰 延误了制造业 影响了就业 并进一步加剧了供应链的问题 不过 拜登最近其实过得还不错 美国的民意咨询机构 盖洛普进行了调查显示 在欧洲动荡之际 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软实力 比过去几年都更强 美国的全球领导力的支持率的中值 为49% 与2009年 美国总统奥巴马上任时的 最高支持率相当 而拜登获得的国际掌声 在阿富汗大撤退暴跌之后 迎来了大反弹 目前对他的支持率的中值 为45% 这远高于川普总统任期最后一年30%的支持率 表明了 乌克兰危机对拜登改善国际形象发挥了作用 与此同时 盖洛普的另外一项调查发现 美国人对犯罪和暴力的担忧 处于2016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超过80%对犯罪感到担忧 纽约地铁枪击案的嫌犯在曼哈顿被拘押 嫌疑人共开枪33次 幸运的是 在调查中发现 嫌犯使用的枪支在射击过程中被卡住 所以没有造成更大规模的伤亡 在这次拘捕过程中 在拜登的直接命令下 调用了包括联邦调查局和纽约警察局的联合反恐特遣部队等 共50余个机构成功抓获嫌犯 目前嫌犯动机不响 是否有精神方面的问题也不响 但即使所有罪名成立 最严重的也可能面临终身监禁 根据警方记录 嫌犯之前曾在纽约被捕9次 在新泽西州被捕过3次 罪名包括拥有盗窃和刑犯罪 这种人如何可以轻松获得枪械 拜登出台新规 着眼监管无编号且难以追踪的幽灵枪 美国有许多商家出售幽灵枪套件 购买者拿到套件后 即可按照说明组装成射击武器 由于此前法律未将幽灵枪列为武器 因此其关键部位上未打上编号 所以很难追踪到使用者和出售者 一些共和党人对新规提出批评 称美国保护公民持枪权力的宪法第二修正案受了侵害 由反控枪组织表示 将对新规提起诉讼 据美国司法部统计 美国幽灵枪的数量已经是2016年的10倍 其实随着3D打印的不断完善 手工制作都不是问题 这个控枪问题暂时无解 最后我们来看看苹果 苹果的麻烦来了 上海疫情仍未受到控制 苹果供应链也受到了影响 iPhone组装大厂和硕宣布上海厂 昆山厂停工 而MacBook代工厂 广达的上海子公司打工电脑 也宣布暂时停工 影响不小 天丰国际证券分析师郭明奇在推特发文表示 和硕在上海和昆山的厂区停止组装 可能要到4月底或者5月初才会恢复 但最大的代工厂红海则未受到影响 可以填补供应缺口 郭明奇表示 虽然很难预测未来的变化 但苹果拥有最好的供应链管理能力 认为苹果可以将疫情对供应的影响降到最低 但随着封锁持续的时间拉长 对消费者信息的形象可能会增加 也可能会不利于今年下半年 消费电子产品的出货量 其中也包括苹果产品 要知道 广达几乎是MacBook的唯一EMS供应商 因此在所有苹果产品中 MacBook受到的影响是最大的 广达停产 势必会影响到MacBook的交付时间 甚至可能长期会处于缺货状态 14寸和16寸MacBook Pro自发布以来 一直都处于供应紧张的状态 客户从下单到收货至少要几周 相比其他MacBook产品要更久 苹果公司最大的几家供应链合作伙伴都在昆山 包括富士康 和硕 伪创 以及力讯精密 不过目前最重要的还是确保iPhone iPad等出货量较大产品的产能 如今 核硕停止了在上海和昆山的组装 可能要到4月底或5月初才能完全恢复生产 在这7000 生产的压力就转移到了富士康上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2022美股不讲武德 市场轮动越来越快 熊起了一次 明天可能又软了 大家悠着点吧 现在市场不确定性还是很大 缺的是信心 不过呢 盈亏同源 熊市赚股 牛市赚钱 步步为营 稳住别浪 祝大家操作顺利 股市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感谢您与我共度时光 希望有缘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感谢您的观看